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冬月日复一日陶西 我们依然是来到了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的手机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现在我们出发去寻找今天要拿的机器 现在我们先来拿一台苹果8代256g的 这个是日版三网无锁的 外观橙色也是非常的好 电池效率90左右也是非常的够用 对于喜欢小尺寸的用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管是做主力机还是做备用机 都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是在1700左右 现在我们再来帮一个粉丝挑一台苹果X256g的 这个是每版三网无锁的一个大红色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鲜艳 这个红色相对比较便宜 而且机器的状态比较好 电池效率100 外观也是997 目前市场拿的话是在3000左右 非常的划算 现在我们再来拿一台苹果有史以来最强的平板2020款的11寸pro 个人感觉这个尺寸也是非常的合适 这一台外观997128g的wifi版 目前市场上拿的话是在4800左右 如果是插卡版的话就贵500 还是插卡版划算一些 现在我们再来拿两台华为的妹子308加128g5g版的单侠城 这个外观橙色的话也是非常的好 当口老板专门给我留的 目前市场上拿的话是在3400左右 卖的系列一直是华为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机型 这个月20多号就要发布卖的四零了 大家会不会更期待呢 这两天深圳都在下雨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机市场iphone12昨天刚刚发布 发售当天华翔美远望肯定是最快能拿到新机的地方 到时间我也会给大家更新这边最新的行情 现在我们去拿几台机器 大家肯定想不到华翔美还有全新的5s棱角分明的外观 这次又回到了iphone12身上 现在我们去重新感受一下经典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拿机器的档口 这一批就是苹果曾经的经典5s了 当时的火爆程度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是港版全新的机器 市场基本上都已经绝迹了 当口老板说已经在仓库封存了六年了 那现在还能不能用 我们拿出来看一看 开机以后是苹果当时出厂的最初系统 看来是真的放了六年 我拿出来试了一下 操作依然是非常的流畅 指纹解锁也是特别的灵敏 这个机器是支持四季的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软件能支持这个系统了 如果升级以后肯定会特别的卡 现在只能拿来收藏或者是打个电话用一用了 最初发布的时间应该要五六千吧 现在当口老板说300多就可以拿 现在我们拿几个回去玩一下 最后我们再来拿两台原封的ipad mini5 还有ipad2019款 这两款都是2000多 性价比比较高的 全新未拆封享受全国联保的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苹果十二行情的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